作者 烟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口气之作 千学 第六百九十九集 老当家对凤九儿的医术半信半疑 不过若是片刻的功夫 就能治好迷了意识的兄弟 那么对他们山寨来说 简直是天大的好事 虽然赵家寨一直生活在黑峡谷 黑峡谷是他们最好的天然保护伞 可是黑峡谷也是有利有弊的 有些地方连他们都不敢进去 进去了没准就是死路一条 就是能出来也伤了神经 疯长老对凤九儿似乎充满了信心 老当家 昨夜不是有兄弟受伤被带回来吗 既然有现成病人 为何不让这丫头试试呢 老当家一想 顿时眼前一亮 朗声道 来人 将豹子送过来 是 守在外头的两名手下立即离开 凤九儿算是明白了 这些人想要让自己当场救人展示医术 救他们的人倒也无所谓 不过他现在这个情况 九儿淡淡道 我救人需要师针 而师针最讲究的便是直立的控制 你是想说你中了我们的软骨伞 如今无法控制止力 疯长老思索了下 终于点点头 白手道 哎呀 给他解药 一位妇人笑了笑 从绣带中掏出药瓶 药瓶里倒出一粒解药 走到凤九儿跟前就想喂他 凤九儿努力往后养了养身躯 躲过了他的手 我先闻闻 他皱着眉一脸防备 那妇人笑道 小丫头 你如今这模样 人都在我们手里了 难道我们还要再害你吗 我只是习惯性而已 九儿摊开手 那妇人倒也不为难 将药丸送到他手上 凤九儿将药丸凑到鼻子前 仔细闻了闻 老当家倒是对凤九儿这般谨慎的举动 有几分赞赏 不错 做事就该如此细心 那妇人转身往自己的位置上走去 九儿也在她转身那一刻 将药丸吞下去了 这药的药效快吗 若是不快 我得要先休息一会儿 否则 我怕手指头的力气 不受限制 他盘膝 坐在地上 看着老当家 疯长老皱了皱眉 想说什么 老当家 已经笑盈盈地道 这解药服下去不到半盏茶时间 立即就能好 哦 原来是不到半盏茶的时间 如此 也不需要洋装太久了 九儿动了下手指 仿佛觉得 指头还是没什么力气 便又闭上了眼睛 精心地休息 疯长老的目光 锁在他脸上 总觉得有那么点不对劲 却又说不出 不对劲在什么地方 半盏茶的功夫 那个叫豹子的兄弟 被带来了 他人被五花大绑着 两名兄弟将他压进来的时候 他好像发了疯一样 嗷嗷地叫着 凤九儿看着他抓狂的样子 皱了皱眉 再看着自己的手指头 终于站了起来 他好像有点怀疑自己的力气 在原地跳了几下 又是抬手伸胳膊 又是踢腿的 不断地在舒展自己的筋骨 之后 他才走到豹子面前 看着两名兄弟道 将他扶到椅子上坐下 两人立即扶着豹子 将他摁在椅子上 凤九儿取出自己 随身携带的针包 手起针落 众人根本没有看清楚 他是怎么下的针 这银针就已经在 豹子的头顶上扎了下去 那 那可是死血 老当家 腾地站了起来 赵玉生也快步走了过去 一把扣住凤九儿的手 凤九儿瞪了他一眼 不跃道 不跃道 紫学也是声门 你们没有听说过吗 现在是你在医治 还是我来救人 你这分明是谋杀 赵玉生 五指一紧 凤九儿眉心一皱 惊呼道 喂 你若是捏碎我的手骨 他就真的是必死无疑了 你 你这个狠毒的女人 赵玉生 眼底冒起杀气 恨不得撕了这个坏女人 真没想到 这个女人的胆子如此大 这里全部都是他们的人 他竟然敢在 众目睽睽之下行凶 这位是少当家吗 你脑子呢 凤九儿瞪着他 一脸怒火 我就是要杀人 要杀的 也该是你和你老爸 那个你爹 我杀一个已经受伤 神志不清的人做什么 图好玩吗 这话说出来 是不怎么好听 但是似乎也有点道理 你放手 我还要给他施针呢 若是耽误了 伤了他的性命 便全是你的责任 你放心 他的命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就这点分辨是非的能力都没有 你有什么资格 当这个山寨的少当家 凤九儿一脸嫌弃 赵玉生 气得真想捏死这个女人 不过 他说的话 确实有理 豹子已经受伤了 要他的命 于他来说 毫无意义 若是想要 挟持某个人离开 那也肯定不是一个 意识大乱的人 至少 该是有点分量的 例如他说的 他 或是他爹 凤九儿已经 挣脱他的手 将豹子头顶上的银针 拔出来 银针被收起 他又取出 树枚银针飞快地 扎入豹子的后紧 紧窝 太阴 原先一直在疯狂 挣扎的豹子 渐渐安静了下来 到最后 两眼无神地 看着某个地方 等凤九儿将银针 拔出的时候 他闭上眼 似乎睡过去了 九儿吐了一口气 慢悠悠地 将银针收起 大家的注意力 都在豹子身上 也不知道 现在是什么情况 人像是睡过去了 呼吸均匀 倒也没什么大碍 却不知道 醒来之后 意识 是不是真的会 清醒过来 毕竟现在看起来 一点好转的意思 都没有 想要将她弄晕过去 还不是简单的事情 但刚才这个女娃 下针的手法 倒是真的很娴熟 快 准 狠 一看就知道 经验 独到 光是这下针的手法 也已经震慑了一群人 赵玉生 守在一旁 盯着豹子和凤九儿 对凤九儿 始终是没什么信心 同时也时刻防备着 九儿忽然回头 视线正好和赵玉生对上 赵玉生一愣 别过脸 一脸厌恶 她是山寨的少当家 又长得如此帅气 平日里多的是姑娘 盯着她瞧个不停 总之 有女人看她 她就是不喜欢 不管这个女人是谁 九儿耸耸肩 对她的敌意不以为然 你就是传说中的少当家 你们山寨 一直住在黑霞谷里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